中国的药酒文化远远流长,许多家庭会用上几味中药材泡制药酒,带到聚会宴客时,倒上几杯与友人小酌几杯。 中药药酒有同学卖,行药室,散猪痛,驱风湿之工。 正确的炮制药酒,适度饮用对人体可以起到养生的效果。 然而,许多人还不清楚泡制药酒里面的条条道道,药酒应该怎么泡,什么样的中药材适合用来泡酒。 泡酒应该用什么容器,药酒应该怎么泡,一,要选高度酒。 泡酒一般都选用高度酒,那么多少度才是合适的呢? 由于药材中大部分有效成分会溶于50度到70度的酒中。 而且,高度数的酒更能充分溶解药材有效成分,药酒的效力较强。 同时,酒精度越高的酒,防腐能力越强。 度数太低,则容易变质并对人体有害。 比如说,20度以下的酒水分太多,药酒中容易产生细菌和微生物。 因此,泡酒应选择50度到70度的酒,但考虑到合适饮用的度数。 建议选择50度的酒唯一占开剩余86%,那么泡酒用什么酒呢? 不少人会脱口而出白酒。 专家表示,泡制保健类药酒一般选用酿制精良的白酒。 而如果是泡滋补类药酒,则选用糯米酿制的黄酒最佳。 二,容器以玻璃和磁质的为佳。 玻璃与磁器容器的化学性质较金属容器稳定,不容易与药酒内的成分反应,从而影响药酒的品质。 所以,泡药酒的容器以玻璃和磁质的为好,不建议选用金属容器。 尤其不能采用含铅的金属容器。 泡酒前,将容器洗干净,最好经过消毒杀菌。 三,处理药材,洗净晾干。 一般在正规药店购买的药材都已经过加工炮制,但在泡酒前再筛选一次,挑出杂质并清洗干净。 浸酒的药材应该尽量保持,干燥才能保证药酒的效用如果是新鲜的药材。 最好是洗净晾干后才用于泡酒。 由于颗粒容易使药酒浑浊,而且时间久了会结块,很难辨认是哪种药酒。 所以尽量不要将药材研磨成颗粒或者粉末,除非是需要快速溶解的才捣碎药材。 但建议放在袋子中泡入。 四,浸泡方法。 药酒浸泡方式其实有多种,包括冷浸法、热浸法、煎煮法、酿酒法等。 而家庭自制药酒比较常用的是冷浸法和热浸法。 冷浸法将比例约为1比10或1比20的药材与酒进行浸泡。 而有些药材可在浸泡两个月后将药酒倒出,再加入新的酒重新泡制,这样反复浸泡。 数次的酒可以倒在一起储存或饮用。 热浸法将药材和酒一同放入容器,隔水煮至微肺,然后放置浸泡一天。 第二天再用同样的方法蒸煮,如此反复三次。 这样能加快药材有效物质吸出,但一定要注意煮酒时间不宜太长。 否则会加速酒精挥发? 问,凡是中药材均能用来泡酒吗? 答,中药材类别很多,有植物类、动物类、矿物类、食物类等。 但不是所有的药材都适合浸泡药酒的。 如矿物类药物,其有效成分就很难用酒浸泡出来。 同时,部分矿物药还含有有毒成分,如含、拱、身、个、千等的矿物药均不宜用来浸酒。 此外,如选用毒蛇来浸泡药酒,则一定要在中医师的指导下方可选用。 不能随意用来泡酒,一般认为五步蛇、金环蛇、银环蛇、眼睛蛇等毒蛇在浸泡前因去投,含毒牙。 否则急易造成人体中毒。 需要强调的是,浸酒药材一定要选用正宗的道地药材。 切记贪图便宜购买伪劣药材。 问,药酒浸泡时间是否越长越好? 答,不少人认为药酒要浸泡数月至一年以上,时间越长药效越好。 但大多数一家认为,浸泡药酒的时间,要根据药材的多少、气温的变化等多种情况而定。 不能一概而论,一般来说,药酒浸泡的时间在15到30天左右。 同时,在药酒浸泡期间,需每日摇晃或搅拌一次,7天后改为每周搅拌一次。 但有些药材结构比较致命,为了使有效成分充分浸泡出来,时间可稍长一点。 气温对药酒的浸泡有直接的影响,气温高则浸泡的时间短些。 气温低则浸泡的时间长些。 此外,如不考虑美观,可将药材切碎浸泡,这样也能使有效成分更快的溢出。 戴药酒饮浮90%后,可加酒第二次浸泡。 问,药酒应该如何注存? 答,药酒注存已选择在温度变化不大的地方。 夏季注藏,要避免阳光的直接照射,以免破坏药酒内的有效成分及色泽。 用黄酒或米酒配置药酒时,冬季应注存于温度不低于零下五摄氏度之处,避免应受冻而变质。 药酒注存一般以室温10到15度为好,同时也不能与汽油、煤油以及有刺激性气味的物品混放。 以免药酒变质、变味。 为了保证药酒质量不变,最好放在硬凉通风处,最好贴上标签,并写明药酒的名称、作用和配置时间、用量等内容。 以免时间久了发生混乱,或导致无用错影而引起不良反应。 三类人不宜喝药酒。 一,儿童,妊娠和哺乳妻妇女不适合服用。 二,如于有感冒、发热、呕吐、腹泻等病症的人。 要选用适当药酒,不宜饮用滋补类药酒。 三,对酒有禁忌者不能服用,如酒精过敏者。 患慢性肾炎、慢性肾功能不全。 慢性结肠炎和肝炎、肝硬化、消化系统溃疡。 净润性或空洞型肺结核、癫痫、心脏功能不全、高血压等患者。 净饮酒,即使药酒也是不适宜的,以免加重病情。 家庭泡酒的五道配方。 一,补气补血酒。 配料,人参33克,黄芯25克,当归参20克。 龙眼肉60克,穿胸15克,熟滴45克。 功能和用法,适用于气血虚弱,面色苍白无光泽。 乏力或越近稀少色淡,越近来迟等。 每次服食到20毫升。 不善于饮酒者可将此酒冲入汤水中饮用。 或以此酒炖机,效果一佳。 静剂,感冒发热,溃疡病,呼吸道疾病及肝病剂服。 二,撞腰补肾酒。 配料,八脊60克,肉葱绒45克,穿肚重33克。 人参25克,绿绒片18克,隔界一对,穿续断30克。 骨碎部15克,冰糖75克,50度米酒1公斤,浸泡一个月。 功能和用法,撞阳剑腰补肾。 适用于男子腰细酸卵乏力,阳尾。 一颗用于女子腺域淡漠,低血压,腰酸无力等。 每次浮食到20毫升,静剂,铜上,高血压患者物饮。 三,活血化于酒。 配料,甜漆及三漆85克,打碎或切片。 当归25克,穿续断33克,苏木28克,穿胸30克。 红花18克,盐护索35克,香腹15克,冰糖70克。 50度米酒1公斤,浸泡一个月。 功能和用法,活血化于止痛。 适用于跌打损伤就患,肌肉筋骨疼痛。 每次浮食到15毫升,一颗外茶患处,静剂症,铜上。 四,鹿绒山药酒。 配方,鹿绒15克,山药60克,白酒1000克。 将鹿绒,山药与白酒供置入容器中。 密封浸泡7天以上便可服用,功效,不慎孤慎。 用于气色黄暗,精神不振,渗养虚弱的饮尿等症状。 禁忌症,鹿绒9不适宜应徐阳抗体质的人饮用。 身体强健的年轻人也不宜饮用鹿绒9。 孕妇即喝鹿绒9。 同时,饮用鹿绒9要从少量开始,给身体一个适应的时间。 然后逐渐加量,直至正常,但切记过量。 5、四菌子9。 配方,取1000毫升黄酒或白酒。 放入挡绒60克,炒白竹60克。 芙苓60克,炙干草30克浸泡,一个月后即可饮用。 功效,一气健脾,对女性面色苍白,脾胃虚弱都会有明显改善。 禁忌,血虚或食热病症者不宜饮用。